周琪恢复巅峰这个得需要时间找状态 暂时的话就是让他自己在进攻欲望这块 更加积极更加激烈一点 恢复巅峰身手不是一早一起 你看周琪现在这个体型体态啊 真是不如再早了 他最巅峰你看2018年当时打 那个南南亚亚运会啊 哎呦那一审限庭你看多凌厉啊 这就是在NBA和不在NBA的差距 在NBA的时候 因为那会儿他还是在火箭队大名单当中的 包括当时火箭队总理对周琪也非常关注 那会儿竞争再多好 面对哈达迪一顿怒干呀 脾气包括来下这种决绝的进攻态度 那俨然自己就是NBA级别的 那有这种心理优势 现在周琪可能说长期不打职业比赛 心态这块儿不行 找不到当年感觉 尤其他之前是什么呀 加沃大利亚打球的偏局语 也没有其他人太关注太了解 气势没了现在 你看接球之后往往合起 拱是不拱有时候合起 这个希望周琪能找出来那种勇猛无畏的 地位那种进攻的这个积极性 只要找到这点就行 完全回复巅峰时 我起码得回西北 你作为这个球的老大再打一打 我看到这种不拱有的 我感觉就证明了 我不拱有那种 Strach